对抗中国 五眼联盟再度合体 加拿大就怕5G网络系统用了中国的电信商 会沦为北京搜集资安数据的后门管道 进而危及国家安全 19号宣布跟进美英纽澳 五眼联盟全体成员共同封杀中国电信巨头 不止5G网络争霸是今年欧美与中国科技肉搏的擂台之一 2018年加拿大逮捕华为公主孟晚舟的风波 引爆中加关系跌落谷底 两国外交经贸领域全面开战 别说华为业务过去几年在加拿大形同提前出局 就连无辜的油菜籽都成了牺牲品 加拿大抓孟晚舟不到半年 本来40%出口量都靠中国的加拿大油菜籽 就被北京打入黑名单 加国油菜籽营收总额一下从2018年的28亿美元 暴跌到2021年的18亿美元 相隔超过三年 中国总算在19号正式宣布解封加拿大油菜籽禁令 北京沃泰华外交互动跳恰恰 进退之间就怕谁先踩错脚 两国商业又成了中国和加拿大过招的最大忌品 新新闻 洛云带诱人报道 本来是有点赞 洛云带的最大忌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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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